高铁早鸟票最低65折 因为实在太优惠 不少乘客反应抢不到 因此高铁决定从12月1号 实施记名制 购票时需输入旅客的身份证字号 或护照号码 警线本人使用 乘车时会被随机抽查 若无法证明本人将加收五成票价 旅客来到窗前买高铁早鸟票 但从12月1号起 实施早鸟优惠记名制 购票时需输入旅客身份证字号 或护照号码 否则就无法购买 台湾高铁从12月1号开始 只要旅客购买早鸟优惠的车票 都必须要输入 使用早鸟优惠车次的 本人旅客的一个身份证字号 或者是护照号码 所以到时候呢 整个早鸟优惠车票上面 就会显示 搭乘本人身份证的一个后五码 所以旅客搭车的时候 务必要记得携带身份证件的一个证本 台中高铁车站旅客来来往往 不少人选择搭乘高铁同情游玩 为了省交通费 早鸟优惠票价最低六五折 再加上台湾高铁 寄出提购红利点数回馈后 赚取点数的案件层出不穷 许多人因此钻漏洞 台湾高铁决定在12月1号起开始 实施早鸟优惠记名制身份证警线本人使用 乘车时会被随机抽查 若无法证明本人将加收50%的票价 现在透过台湾高铁的官网 或者是用手机机Express 或者是全省的便利超商 就不开放使用自动售票机 或者是售票窗口来购买早鸟优惠车票 就你看时间跟机会成本有没有符合啊 如果你不想用那个优惠那你就不要输入啊 这不是选择的问题吗 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之前疫情严重的时候也都要示名制 我是觉得没有太大的差异 高铁实施早鸟优惠记名制 从12月份起打高铁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 以免好不容易抢到的优惠票被加价 按赞 3 6 14 12